在越南大部分結帳就是你在座位上叫他來結帳 然後他就會來你座位結帳 不是像台灣你還要到櫃檯那樣子去跟他做結帳 那就是三萬五千元越南盾 大概是四十幾塊台幣而已 嗨大家好我是越南陳妮 今天我想要拍一個就是越南外派日常 就是說我在沒有工作的時候 那我的一天生活是怎樣 所以我就想到那乾脆連一天的花費多少 也幫大家統計好了 就是來看看在越南一天的花費到底需要多少錢 那今天是在越南的銅奈這邊 就是比較鄉村的地方 因為它的城鄉差距非常的大 就是它的花費 如果你在依俊 那花費可能就不是這樣 那我們就趕快來開啟 今天在銅奈的一天花費大概多少錢吧 Let's go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是我所處的那個越南銅奈遊業 就是比較鄉村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直接在馬路上這樣走 小朋友不要模仿喔 好進來這裡找飯吃 那我的早餐點好了 大家看一下他們的蠟筆小心 他們的卡通都是一個人配音 然後講全部喔 喔 早餐來了我的第一餐 大家來看看是什麼 牛排 你看有牛肉有熱狗 然後這是那個豬肝醬 然後還有蛋 然後還有那個越南麵包 這樣其實一份吃的蠻飽的 喔 還有一個小的沙拉 那一定要吃一小塊越南麵包呢 然後我們沾著那個 混著蛋液的豬肝醬 然後這樣吃就是超好吃 好香好好吃喔 他們用的醬跟台灣都不太一樣 所以呢 很有越南風味 大家來越南真的可以試試喔 安食 那我們去結帳吧 在越南呢 大部分結帳呢 就是你在座位上叫他來結帳 然後呢 他就會來你座位結帳 不是像台灣你還要到那個櫃台那樣子 去跟他做結帳喔 那就是三萬五千元 越南盾大概是四十幾塊台幣而已耶 那早餐呢 就是吃牛排 那他一份就是三萬五千元 這個是在這邊的價格喔 所以呢 還蠻便宜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準備要去喝咖啡 那我本來想推薦大家喝一點 越式咖啡 不過呢 他就是煉乳太甜了 所以呢 我去找一間 比較正常的咖啡店 啊 不能說正常 就是說裡面有那個卡布奇諾啊 那一類的可以選擇的 那我們就走吧 那大家就可以看看啊 這就是我現在在的那個小區啊 我們就比較鄉下一點 舒服 安靜 沒什麼人 那旁邊呢 就是一些店啦 那很傳統喔 這邊呢 就是賣一些飯 然後越南比較Local一點的Hotel 到了 這個就是我今天要喝的咖啡店 長得蠻好看的 那我們進去吧 好 喔 環境不錯喔 那我們已經點好了 我點了一杯冰的卡布奇諾 然後呢 一杯是38000元 越南盾比剛剛的牛排是貴了一些啦 不過呢 也是4050塊左右 比剛剛的牛排是貴了一些啦 不過呢 也是4050塊左右 飲料來了 這間呢 是在這邊環境不錯的啦 所以呢 我覺得在這裡喝感覺也OK 所以呢 我覺得在這裡喝感覺也OK 如果你喝咖啡的話 但沒辦法 這就是我的日常 OK 喝完咖啡了 我們現在準備走回家 那在一路上呢 就跟著牆尼做一點社會觀察好了 這是越南的房子 那他們其實都蠻可愛 蠻漂亮的 而且他們的用色都比較大膽喔 你看 黃黃綠綠的這樣子 然後呢 都比較細長 細細長長的 那这应该是跟他们房屋税有关系 因为他们是看门口的长度占比 如果越长好像征收的税是越多的 那刚好在路上看到这个 那越南的佛呢 他们拜拜的地方呢 很多都是放在地上的 所以呢他们的设计都是这样 越南在路边吃饭吃面的地方 那他们很喜欢摆在外面 然后呢看着路景这样吃 特别吧 那我要重申哦 你看我现在是在路上拿着那个相机啊 那你在依据你在人多的地方 拜托不要这样 或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那就是单独啦 那因为我自己很习惯了 我会留意 你千万不要 不然飞车 不然你的手机拿走 那你就拜拜咯 那现在我想要去吃中餐 不过因为离早餐的时段有一点近 所以呢我就简单吃一点东西就好了 毕竟偶像的身材是需要维持的 不要打我 那到了我们就吃这个 这个是烤蜜子煎饼 也就是越南的披萨 你看我们同耐的物价 一个烤蜜子煎饼才一万 这个在走路街的话呢 是两万五到三万哦 越南的披萨 你看加很多料 在上面烤 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越南的披萨 嗯 好吃 才一万块台币大概十二十三块而已哦 所以来越南大家真的也要尝试看看哦 这个是国民美食越南披萨 越南披萨 好吃 才一万块台币大概十二十三块而已哦 那我们在这边也有一家哦 这是谁 披萨 回来回来 欢迎我啊 等下为你吃饭饭哦 为他吃饭的花费要不要也统计进去啊 在同耐一天的花费他吃的可多了 你看看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下午茶哦 哈哈 摸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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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跟摸鸡玩玩非常的累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躺一下 诶 不是去很奇怪的hotel 是越南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大家跟着我走 就是这里 咖啡房 就是那个咖啡吊床 你只要买一点点小的饮料啊 咖啡啊 然后呢你就可以躺在这里休息哦 超有特色的吧 那里面呢 现在也超多人在躺的哦 在这里呢跟他打个招呼 然后他就过来帮你点餐 那这边呢有 吃蛇啊 奶茶啊 杏豆啊 一些果汁啊 之类的 摸鸡 杏豆 啊 咖啡蛇啦 咖啡蛇啦 嗯 炼乳咖啡 我点了一杯炼乳咖啡 那他这边呢就是床不计价 然后呢 只有寄那个饮料的钱哦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用他的WiFi啊 然后呢 就享受一下在这里躺的那个时光 摸鸡也要躺吗 你看小可爱 想要上来耶 摸鸡也要躺 摸鸡也要 那这就是越南炼乳咖啡 那就是热咖啡 然后底下是炼乳 然后要把它加入满满的冰块里 那我现在做给大家看 就是直接加进去 有点露出来 然后炼乳很甜哦 这样子 然后把它搅搅搅搅 那我建议呢 是等冰块融化多一点 然后这样子它比较不会那么甜 所以呢你看 就是因为太甜 他们都会附上一杯炸啦 就是冰茶 那这样子一杯甜到爆炸的炼乳咖啡 就完成了 我是蛮少喝的啦 不过它有一种魔力就是说 你很久没喝到的话 你还是会想念它一下哦 嗯 写登顶 摩尼拉米 ok 一万五千元 thank you 哈哈 那就是躺在这里 很惬意的用完你的饮料 然后呢 躺多久都没有问题哦 那这样子是多少呢 一万五千元 台币二十块 所以呢 大家来越南如果有机会 真的可以尝试看看 我吓死了 刚刚我喝完那个咖啡吊床 然后我的钱包放在里面 那还好平常跟他们关系不错 他们叫我来拿回去 我刚刚检查里面真的也 钱都没有少啦 哦 真吓死我 因为越南真的不比台湾安全 对于这件事情 还好平常与人为善 噢 嘎仔哦 那现在肚子饿了 我要吃晚餐 那我决定来这里点一份 这是越南道地的那个炒海鲜 然后呢 就是热炒有没有 然后其实都超便宜的 那我今天决定在这里吃 莫粉蜜烧海鲜 南就是那样 感恩 越南正妹 当地正妹 很开心 刚才这样 太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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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又是很开心了 哇 跟我说 十万块 你看這麼大份 超大份的晚餐吃好一點 這個要10萬塊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享用晚餐時間 我很喜歡吃 因為他們很有那個 反正就是越南當地的那種熱潮的風格 然後還有風味這樣子 那今天從早到晚 我也沒讓自己餓著就是吃了這麼多東西 所以其實花費也不一定要像我這樣 普遍來講在同奈花費會比胡志明市來的更便宜一些 那我從早到晚早上吃了牛排 然後還喝了咖啡 然後還吃了那個越南披薩 然後最後喝了咖啡再一次 吊床咖啡 然後最後是海鮮 這樣子好像加起來是19萬8千元 那也不過是台幣200多塊 啊當然其中一些花費你可以自己減掉 那也可以不用吃這麼貴 但這一份是兩人份的啦 所以這就是今天在越南同奈的一天花費 到底是多少錢喔 那我自己覺得呢這樣一天拍下來其實蠻有趣的喔 所以呢未來呢我也會推出 在胡志明啊到各地方的一天花費大概多少錢喔 那希望呢能夠提供大家在這邊生活或旅遊的一些參考